学生放寒假了 为了推广社区学习 台中神杠的北庄关怀据点 最近是举办了一场古礼取亲 藉由重现古礼习俗 一方面让学童认识跟了解 一方面也让社区长辈回味从前 多走出家门与社区互动 和邻里乡亲们联络感情 台书聘礼 红教迎亲对我浩浩荡荡的出发去 而这样的古礼迎亲活动 这一天重现在神钢的北庄关怀据点 60到70岁的社区长辈 也全都换上了古装 在里长的安排下 重温农村取亲的习俗 新年啊 我不是谁啊 我不是谁啊 这人这花大天啊 借往这个盖尖教育 来把鼓起我们这个 女儿才有鼓励 可以说古早人的 那个吃米或是我们的一些 米饭的方式 这个要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反对待见教育 这个做生育啊 啊 老院啦 对啊 生育水都有啦 那都做过不都有啦 最后的身体都有啦 我们不来 这边边大 我们不来 为了让放寒假的学生 在社区学习 北中关怀据点 也特别安排这场 鼓励引擎活动 除了重现迎娶仪式 让学童大开眼睛外 更安排醋汤圆跟昂谷柜 等应景习俗 可以让学童体验到 过去农村热闹 跟充满人情味的场景 就这个来 这个给你 放在变年 变年 要先补一层油 然后这个也要补 那个变纹也要补 如果补 如果补的话 那个拿起来 像我们的红狗粿 这红狗现在叫红狗 红色的级箱 红狗是一个长寿的衣物 所以说红狗粿 所以真的就是 传团团人员就很好 林總表示透過這場活動 一方面讓學童有機會認識到傳統的歷史文化 而另一方面也讓社區長輩走出家中 跟大家互動 聯絡社區情感 記者李清揚 台中採訪不到